请收看 创意比赛尽在运通 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富翁摇权术赚钱增快速 昨天赚钱今天继续赚钱 今天的最高点 的这个位置 我们家不小心空到最高 往下杀赚钱 所以你说这个行情里面 一般人 看到听到我们在赚钱 的反应是这样子 啊老师啊你怎么还在说话啊 先否定你的操作 然后第二句话就问你 啊明天怎么看明天怎么做 明天怎么做 有时候一个空点如果出现了 你当下一般人一定会这样问 再拉 还会在掌 可以空吗 万一被嘎怎么办 等到真的空点被我们讲对了 被我们做到了 往下杀 你后面才开始说 还可不可以空 还可不可以追 还会在杀 所以每次在我们在放空的时候 没有人敢空 只有我们会员跟着我们一起在空 然后跟着我们一起在赚钱 很多人都是 事后在那后悔 然后事后又在否定别人怎么做 怎么赚 怎么做 为什么你会陷入这个问题 因为你犯了一个毛病 叫凭感觉 操作其实很容易凭感觉 所以昨天我在节目上 我已经提到了嘛 你所担心的黑天鹅 它根本不是你所担心的问题 你说A股会不会纳入到MACI 这不是你说的算 你只能够控制什么 你自己的策略 你要怎么做 你要怎么做 它如果纳入 会怎么样 它如果不纳入会怎么样 一般人会凭感觉 然后开始怎样 扔云云云 像鹦鹉一样 别人怎么说 你就怎么说 别人会认为 别人太硬乱讲嘛 A股如果被纳入到MACI 资金排挤 台股资金都能失血 所以台股会跌 那如果A股不纳入MACI 资金维持在台股的比重 没有减少 所以台股利空出境会涨 这就是大家的说法 好 那如果是这样的说法 投资朋友 那为什么今天 你会在上去的时候 空当停损 下来的时候做追空 一追空之后上去 碰到这个位置 二度停损 所以为什么你会一直输 如果这个问题你都搞不清楚 后面你还是去这样输下去 人家过去是一路赚 一路赚 一路赚 六月赚完之后 七月今天第一天 还是赚钱 投资朋友 投资朋友 为什么 交易 操作 期货交易 期局如盘局 跟下期一样 你必须走一步 看三步 走一步 看三步 走一步 我走了这一步里面 我想到 后面我要怎么做 当每个人的预期 都是如死的时候 我们已经看到了 当你的预期是如死时 会上什么的结果 我们想到 后面我们要怎么做 所以我们动作很简单 你认为A股 没有那路到MCI 利空出境 你认为利空出境 会拉嘛 你的空单在做停损 我们做放空 杀下的过程里面 九点半 大家担心什么 担心说如果路股开盘之后 K1开D会杀 所以单向你的情况是 你可能空单停损 这个位置 继续再把它空回来 等你空回来之后 往上拉 为什么会往上拉 因为台子级结算 拉高结算 你又面临到二度停损 人家是赚钱赚钱再赚钱 你是停损停损再停损 你最大的毛病在于哪里 凭感觉 所以我一直跟你讲过 你要把你的操作 感觉做量化 投资朋友 在昨天的节目上 6月14号 现在我们 我昨天还特别告诉你什么 灾阻线称之为关头戳路线 空头戳路线 黑天鹅 黑色星期一 造成雅谷跌 欧美跌 好 这个情况出现了吗 我的看法是 步空阶段 为什么步空 我会一边带你赚钱 然后一边教你 好 我怎么讲 这昨天的 14号 我是提到 它的K线结构是 现在我们 就随便带着会员 一边带你做 一边带你撞 一边带你学 这根线 以日K来看 叫做日行巷的关头阳线 好 什么意思 投资朋友 拿出 你的这本书 你是会员的话 你拿出这本书 我会教你 在第49页 一根K线 他在看我们人心里 到底在想什么 你心里想什么 你不用讲话 我看K线就知道 那为什么我知道 因为我有学 所以你要深入去了解 关头阳线 收盘收最高 而收最高的情况 有分两种 一种是残下影 一种叫做短下影 好 这两种情况是不一样的 好 所以在礼拜 昨天 它是一根什么 短下影的K线 短下影的关头阳线 好 两根线 为下跌形变 称之为空头戳路 好 什么叫空头戳路 一般来讲它有分两种 一种叫贯穿线 一种叫戳路线 贯穿跟戳路的解读 是不一样的哦 好 这在124页 有没有 一根黑黑板之后 隔天开低 往上拉 拉的过程里面 你以黑黑板的中间值 做一个标准 有过称之为贯穿 有过称之为贯穿 五 第三 三根线 这个是属于 倒 离黑 战车 好 为什么要倒离黑战车 同志朋友 一般来讲 像我书上我有教你什么 离白战车 在哪里 295页 同志朋友 我一边教你 因为这种东西 很多东西 你必须要花时间去学 节目上没有那么多时间 我只能够 给你 我的方法 我用这个方法 我怎么做 我的这辆路 我怎么走 你跟着我们的这辆路在走 然后把我的精神 跟那种操盘的逻辑 给了解 离黑战车 是这样子 那这个情况是什么 倒离黑战车 有没有 倒离黑战车嘛 好 所以说我们的一个 第四 进行转折 为坐头向下跳空 就是五根线 它始终转折 进行转折 329页 329页 这东西 其实书上都有写到 那你一定要去看 因为 学到了 那是跟着你一辈子 因为那是跟着你 第329页 坐头向下跳空 这个缺口是什么 真正缺口嘛 所以这个缺口 所以这个缺口是个很重要的一个反弹的压力点 所以我的解读是这样子 光头阳线 空头错路 明天集中成本在多少 8463 也就是说 如果打到8463的这个位置 多方会变成 由赢变输 所以它因为守住在8463以上 而拉的过程里面 来到这个缺口压力就是多少 8 6 3 4 来到8 6 3 4 就是压力点 也就是说 到这个位置不能追空 拉到8 6 3 4以上 多方会拉不上去 而国际黑天额是引动因子 所以我的看法是什么 预估今天前半场会出量 再四季布空 因为我们在昨天 我是不是跟你提过了 我们利用美股重挫时 我们留存空单 开盘跳空已经获利回补 既然获利回补之后 等 开盘 早上 出量的时候 再做空 同志朋友 我们昨天是补了 补完之后 赚钱 好 早上 开盘前 我们给予的讯息 7月份的 8420跟8342 这是属于7月份 因为传统告写的是什么 写6月份 好 同志朋友 我昨天节目上所盖起来的 这是6月份的 那我们把它晾开来 你只要方法对了 做6月做7月都能够赚钱 预估高点多少 8614 请你告诉我今天高点多少 8 6 0 7 误差7点 这是6月份的哦 这是6月份的哦 7月份 8 8420是我们那种的高点 所以空它 所以空它 这个位置刚好多少 8420 一点都不差 准准准 从8420 刹到8322 快100点 拉上去之后 高点多少 8428 我告诉你8420 誤差8点 所以这段时间里面 我们每天在高点点都很准 那为什么准 你用猜的吗 一天准 那可能是运气好 我是在今天6月7月 预测命中 前几天也是啊 所以这告诉你说操作 你一定要怎么样 不能够凭感觉 你把它计量化 所以我是已经有教过你了 一边教你 你一边学 然后一边赚 有没有 所以数据的重点不在于数据 而是在解读跟预测 也就是说 用数据来验证人类的行为模式 人类的行为模式 其实很简单 就是两个 恐惧贪婪 你看它破现的时候 你一定恐惧 你看它突破的时候 你一定贪婪 你看到量价齐然的时候 你一定贪婪 你看到下跌无量的时候 你一定恐惧 你看到别人在赚钱的时候 你一定眼红 你看到别人都在赔钱的时候 你反而说 啊 还好你赔钱 我会跟你赔钱 就觉得说没有关系 互相安慰 所以大多数人的习惯是这样子 喜欢找输家一起取卵 你赔100万 我赔50万 我们差不多 我们就一起来讨论行情 你看到有人在赚钱 有人在赚100万 赚500万 赚几百万 你把他当作 他是在马后炮 或是在 他跟你无关 两个不同世界 你一直在跟输家为伍 你怎么成为赢钱 你会告诉你的小孩说 你要跟好学生一起读书 然后以后考上大学 你明明都知道说 告诉你的小孩说 不要跟坏同学出去玩 因为禁诸者是禁末者黑 结果你的操作 一直在找输家为伍 那你不是人格分裂吗 所以你要摆出什么 凭感觉 人云亦云 每个人所讲的东西就是看报纸 报纸讲什么 你就当作什么是真的 如果操作那么好做的话 那为什么大家都在赔钱 所以早上午我们动作很简单 你认为大陆股是没有拿入A股 不是利空 所以它会涨 或是什么 一堆散户放空的人 赶快补 当你在补的时候 我们的动作就是8420放空 8420正负5放空 两笔 8点57分 开完前挂单 就这个位置 一点都不差 杀到8322 投资朋友 不用羡慕别人 为什么我们要空 那为什么我们会赚 A股没有纳路 路股三路闯关MCI私利 所以我们看到人民币的一个重点 那从前我给你讲什么 今日的消息影响旁边其实不大 因为法人没有感到意外 也就是说 当散户的情绪受消息所影响时 法人其实从K线里面已经怎样 秀出味道来 所以他根本不会感到意外 所以我们当时怎么讲 预估9点到11点的时候 多共交战 量能放大 是不是给你提过的 确实嘛 前半场出大量 是不是 前半场那边出量嘛 所以今天量多少 700多嘛 是比比昨天多 有没有 好 量放大 现行是先波动后舒缓 是先波动 急杀急拉 幅度超过快100点 然后这边怎样 开始爬嘛 6月份预估光点8416 低点8534 盘前预估7月份 预估光点8420 低点8342 投资朋友 8420放空 杀到8342的时候 是预估的低点 8342 所以就在这边 所以这个位置可不可以追空 这个位置不能追空 但很多人会在这边做追空 为什么 因为你看到他破嘛 破了台盘的位置 你一定做追空 因为你上面没空 或是上面你刚好空当一停损 你空当一停损 你空当一停损之后 往下杀你一定做追空 一放空 往上再嘎 二度停损 为什么这样子 操作交易 就像一盘棋一样 你应该走一步看三步 每一步步步为营 穩打 穩站 像今天为什么我们空8420 不小心都空到最高点 其实我们 算很精准的 高低点都抓得准 所以 那是应该的 应该的 好 那 为什么要走一步看三步 奇卧市场里面 是赢者通拿 我们在跟散户做对抗 散户怎么想 看到黑天的就是A股没有纳入到MCI 这个利空消失 所以昨天很多人空当流餐 一流餐 空当停损 为什么停损 拉安局就停损了嘛 拉安局就停损了 对 你只会流空嘛 那你就停损了 好 你一停损我们空8420 空在你的停损点 然后呢 9点到9点半 大陆股是9点半开盘 大家担心说陆股一旦开盘 会有失望性卖压 所以很多人一停损完之后 再把它空回来 当你空当空回来的时候 人家做获利回补 后半场 为什么会拉 因为多番结算嘛 拉高所至 所以散户怎么样 二度停损 你一定停损啊 过高点你 你不停损吗 你一定停损啊 你一停损之后 人家怎么做 人家是台子期 期货选择权 都赚钱落贷 等结算完之后再空 所以操作起来 人家是轻松赚钱 你呢 所以想一想你要怎么做 投资朋友 我们不是在告诉你说 操作没有风险 操作 是什么稳赚不赔 没有这回事情 操作一定有风险 你要怎么样把你的风险给降低 无知是最大的风险 好多人想要凭感觉啊 所以哪三种人 最容易遇到贵人 有感恩心的人 有事业心的人 有大气的人 有大气的人 投资朋友 没有人 天生一定要帮你赚钱 你是我们的会员 我们抱着一个感恩的心 因为我们尽善良管理人的责任 我们操作 我们把交易当作事业 不是在看一笔两笔的输赢 我们看的是 长长久久 这段时间里面 我们能够帮你累积多少 的获利 所以操作把当作一个事业精灵 不是只看一两笔 看的是一个月 这个月 这两个月 这三个月 这半年怎么样 所以你一定要大气 不要 不要眼光太短小 投资朋友 其或如此 选择权 六月份 全部赢 没有输 336点 报酬率超过两倍 这是六月份 这是五月份 所以操作 你要把它当作什么 它是事业 不要只是看一两天 老实话一两天而已 一两天就要见效果 你把操作 当作是自己的事 你把操作当作事业 那每一步每一步 跟着我们做 稳扎稳打 投资朋友 没有很难 在股票的部分 这两股票 财务长要换人 你看到高盛喊 106 可是有三家外资 喊的是什么 破底 他的东西 虽然目前是有题材 可是他卖东西怎样 比别人贵 你看嘛 他卖799 台币相当于2万4 别家像脸书 大概卖1万8 三星是卖3000块 还要再配手机 这3000块就有了 Sony是卖1万2 如果东西一样 请问 你为什么要买 买比较贵 脸书 三星 Sony又不是什么小牌子 所以你的东西 卖了比较贵 你怎么会有竞争力 所以这档是放空的 还有这一档 苹果正直新旧 产品交接 iPhone 改报OLED 損失订单 公司老板就说了啊 当时的客户要做这一手机 他扎30万去做 去买设备 结果呢 大客户要转单 要改单 他只剩2年时间而已 有生意可做 后面的话呢 他也不知道订单在哪里 所以投资票 操作跟上脚步 这一档也是 苹果要出金库存 所以怎么做 就跟上脚步 这一档也是 老板也说啦 看不到未来 因为压力很大 每天烧3500万的薪水 然后呢 景气能界度不高 希望景气能够好一点 那万一不好的话怎么办 准备挂掉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要空的股票 我已经把你准备好了 跟上脚步 明天怎么看 休息一下 待会马上回来 头痛 请用五分珠 吹记听 请用记听五分珠 五分珠 好 好 尘头头顾 这项已推述 六数 以权力 便器 审视 观形 渡时 翁老师读创 随行推现预测学 如何西方财务工程的 随行几何 及东方百年秘传的 黑衣线在法 让您提前预测明天 善用转折 看准一日行情 受用难尽 看准三日行情 赴目奖天下 02 2752 868 全都头顾 值得托付 全都头顾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可公司派 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杀散户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待进一定带出 精选持股持股集中 保证待进一定带出 陈通头顾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习市场 稳健获利 不往不利 陈通头顾 值得托付 02752 5868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斥的各种生命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感觉一切嘈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这片刻的迷迹 Cuse your online 儿排七米床 你担心瓦斯外线危险吗 教你几个小配方 瓦斯桶放室外 避免日晒 由瓦斯行安全技术人员 近期检查瓦斯配管 使用瓦斯要小心 居家安全好放心 内政部消防署关心您 我们是六月成功 七月继续赢 新的合约开始 新仓开始而已 更善脚步 关键数字 更善脚步 今天高点 六月七月 一个误差七点 一个误差八点 验证 预测完全命中 那这根线 书上有写 你就去看 结论 推论 二浪调整防片线 入股没有因为失望下跌而涨 告诉你什么 当你凭感觉看消息的时候 做交易你一定输 所以呢 这两天 阳线合力 逛窗黑K 预估明天才有怎样 真有消息影响引动 所以明天开始被布局七月 所以明天继续再赚 赚完之后 明天继续再赚 跟善脚步 求人相信运气 富人相信方法 用我们的方法 明天带劲撞钱 我们明天见 投资风险 成都独固 这项已推述 用数全力变气 省市 观景度时 东老师独创 碎形黑线预测学 融合西方财务工程的碎形结合 其东方百年秘传的黑衣线赞法 让您提前预测明天 善用转折 看准一日行情 受用不尽 看准三日行情 贡务奖 天下02-2752-5868 成都独固 值得托付 成都独固 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 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杀散户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待进一定带出 精选持股 持股集中 保证 待进一定带出 成都独固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待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健过力 不往不利 成都独固 值得托付 02752-5868 台北市有限电视新选择 北斗数位有限电视 挑战台北市最低价 平均月付350元 立即享有 全数位高画质影音 高收视率频道通通有 再送数位机上和 现在就换 北斗数位有限电视 0809-096-111 早鸟申办 更多优惠哦 谢谢 谢谢你 从我两年前失能后 就害你日夜忙碌照顾我 没什么啦 听说政府在推动长照保险 等实施之后 大家跟我就轻松多了 什么是长照保险